哈喽,大家好,我是Andy 很多朋友在玩谷歌,包括YouTube这些东西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都需要一个谷歌账号 或者说谷歌邮箱账号 那么之前来讲QQ邮箱 包括网易邮箱大师都可以注册谷歌账号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现在来讲比较复杂 一般人不容易注册成功 他用之前的方法来注册 现在就注册不到了 那么这期视频我就教大家如何注册谷歌账号 我们首先打开谷歌浏览器 然后我们在搜索栏里面 直接就输入谷歌账号 然后我们点击第一个谷歌账号 OK,到这个界面来讲的话 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创建账号 我们点击进去 好,这里到了创建账号的界面 这边姓氏名字都随便填啊 这边随便填 然后这边他将你填这个邮箱 邮箱的账号 我们也是前面随便填 打比方他推荐这个 那我就要这个吧 那U648 然后这边要填密码 这个密码要记得大小写啊 字母加数字 你填什么呢 你就记着 不要忘记了 我们再去一遍 好了,填好了之后 我们点下一步 好,这个地方电话号码 我们就用我们大陆的电话号码就好了 但是现在它显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那我们把它调成中国的 我们把它选成中国的 我们把它选成中国的 拉到最后 选中国加86的 那我们填上我们自己的电话号码 这个辅助邮箱这里可以不用填 这个生日这一边啊 也是随便填 但是要大过18岁 就可以了 性别这一边呢 你是什么性别 就填什么性别 然后我们这里点击 像一步 好,这个地方它是要验证你的手机号码 要发送一个六位书的验证码 那这边我们点发送 好,把我们手机收到验证码填上去 我们点验证 OK 这一边是充分利用你的电话号码 充分利用你的电话号码 OK 我们立即取用 好,到这个地方是隐私权及条款 这些是谷歌的一个隐私权及条款 我们不管它 拉到最下面点我同意 OK OK 到这一步的话 那我们的谷歌账号 已经成功的设置好了 已经成功的设置好了 这里的话 你可以用谷歌这个账号 包括这个谷歌邮箱啊 收发邮件啊 然后登陆谷歌账号啊 然后登陆YouTube 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期视频其实比较简单的 只是有一些朋友来讲的话呢 就是觉得还是没搞明白 那么这里就是简单的演示一下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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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